金针菇是家常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食材,特别是在凉拌菜和火锅中,更是受不了,它营养丰富,气味清香,味道鲜美,富含丰富的辣氨酸,蛋白质,碳水化合物和粗纤维,具备补脑抑制,预防克养,抗白等要用疗效和保健疗效,海带也具备极高的营养价值,富含蛋白质,脂肪,糖,纤维, 水,钙,铁,胡萝卜丝和黄薯等对人体极其有益的物质,经常吃海带可以减肥瘦身,不钙,降血脂,那么到美味金针菇泄后营养海带,两种食材就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?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道经典的瘦身酱剧佳品,两半金针菇海带,一,金针菇,海带冲洗干净,二,在锅里面倒入适量的清水, 倒入海带,然后煮上五六分钟左右,要注意海带是很容易熟的,不要煮过了头,火候太大了会让海带吃起来沾渣的没有嚼劲,影响口感,三,金针菇去掉头,至保留上面比较嫩的一部分,然后用清水煮三分钟,金针菇要煮熟,将已经用水煮好了的海带, 金针菇捞出来之后放在冷水中冷却,捞出来沥干水分 四,切好蒜蓉,辣椒备用,注意辣椒要用干辣椒,这样煸炒出的味道才会更加的香 五,起油锅,将蒜蓉,辣椒放到锅里面煸炒出香味来,关火 六,将一干水分的金针菇和海带放在一个大的气韵中,倒入一汤匙酱油,食盐,一小勺的白砂糖,少许的香醋 七,将煸炒辣椒,蒜蓉的热油一块倒入金针菇,海带里面,然后将所有的食材,佐料搅拌均匀,点准上少许的香菜,也可以再滴入几滴香油,一道色香味至全的凉拌菜就做好了 以上就是凉拌海带金针菇的家常做法了,做法十分的简单,需要的食材也很少 只需要我们在添加食盐,酱油,白砂糖的时候掌握用炼即可 这道菜简单又可口,无论是当做下酒小菜,还是当做下半个菜来吃,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,很下半哦 另外,可以悄悄的告诉爱美人士,和想要减肥的小伙伴们 经常吃这道菜,可以不但可以让你的气色越来越好,而且还可以降压减脂,帮助瘦身哦 有这方面需求的小伙伴可千万不要错过,这一道减雷瘦身,美容养生的佳肴,赶紧学会了 有时间的时候做给家人一起尝尝吧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